噗噗 小侦探出发 耶 我们去学校线索喽 你好 噗噗 珍珠迷暗 发起来很好看哦 和小美是一样的 飞高高 再高一点 哇 好香啊 是歌德在炒菜哦 很快就可以吃了 我要去看看 完成了 歌德 哇 好丰盛的午餐 嗯 好吃的青菜 香盆盆的大鸡腿 咦 这个是什么 是很好吃的盒棒肉哦 我还没吃过呢 那我们马上开饭吧 好 我叫大家一起洗手 洗好了 可以吃了 我要试试棒肉 嗯 刚才说的没错 嗯 很好吃哦 我也要吃 嗯 这是什么东西 白白的 圆圆的 这是珍珠 珍珠 为什么菜里会有珍珠 对啊 它是从哪来的 嘿嘿嘿 不如我们来调查一下吧 噗噗 按键激活 菜里的珍珠是从哪来的 大家快去找线索吧 呃 从哪里开始调查呢 是谁不小心掉进去的吗 滴滴 发卡上的珍珠不见了 哦 真的吗 嗯 真的 歌德 能看一下珍珠吗 可以哦 这个珍珠和滴滴发卡上的很像 滴滴还看过歌德炒菜 发卡上的珍珠有可能掉进菜里 呃 谜题解开了 嗯 这不是我的珍珠 为什么 我的珍珠上有个小洞 但是这个没有 哦 还有小美 她也有珍珠发卡 可是小美没有来过厨房 小美的发卡和我发卡是一样的 我去确认一下 我去确认一下 呃 珍珠还在 大家说的没错 逗逗 你想到什么了吗 珍珠是在棒肉里发现的 这或许是一个线索 难道 核棒以前不小心吞了一个珍珠 大家的答案很接近了 不过不是核棒吞了珍珠哦 棒类如果受到一些刺激 比如掉进一颗沙粒 它们就会分泌珍珠质 把沙粒包裹起来 最后会慢慢形成漂亮的珍珠哦 啊 原来珍珠是这样形成的 太神奇了 哦 我们解开蜜团了 还学到了新的知识 小可爱们 菜里的珍珠是从哪来的 核棒自己长出来的 小可爱们真棒 嘿嘿嘿 我们成功过了 噗噗 按键Clear 突然出现的苍蝇 天气真好 小朋友们在做什么呢 把被子叠整齐 拖地板 拖地板 玩偶要放回原位 我和迪迪一起擦桌子 花盆底下也要擦一擦 擦干净了 哦 我们可以出去玩了 终于拖完了 包包楼 要帮忙吗 不用 我全部都点好了 那卡卡呢 我也整理好了 那我们出去玩吧 吓我一跳 怎么了 好像是苍蝇 已经死掉了 哼 迪迪和阿普没有把桌子擦干净 谁在吓我 迪迪 阿普 快回来 嗯 豆豆在喊我们 我们回去看看吧 嗯 嗯 哪来的苍蝇啊 刚才明明没有苍蝇的 桌子也擦得很干净 我们发誓 我相信迪迪 那我呢 嘿嘿 都相信 小可爱们 小可爱们 发生什么事了 桌上有只苍蝇 不知道从哪来的 不如我们来调查一下吧 噗噗 按键接火 桌上的苍蝇是从哪来的 大家快去找线索吧 我们一定要解开谜题 没错 有没有可能是苍蝇自己飞过来的呢 让我来检查一下 呃 苍蝇干巴巴的 应该死了很久了 我和迪迪就离开了一会儿 苍蝇不太可能变成这样 还有 它的翅膀也不见了 那苍蝇更不可能自己飞过来 阿普 这盆草是不是有点不一样了 呃 没错 我记得刚才它的叶子是合在一起的 现在却打开了 啊 叶子还会动吗 嗯 它一定有秘密 快看 叶子里有苍蝇的翅膀 翅膀怎么会出现在叶子里呢 苍蝇应该是在这片叶子上待过 哥德 我能碰这个植物吗 可以呦 不过不能用手 啊 我用筷子 啊 合起来了 这个植物会动 我们把所有的线索捋一下 嗯 突然出现的苍蝇 会合起来的叶子 啊 我想明白了 苍蝇可能一开始就被关在叶子里 滴滴和阿普离开之后 叶子打开 苍蝇就掉下来了 啊 哥哥好厉害 小可爱们找到答案咯 这个植物叫捕蝇草 它可以捕捉小虫哦 植物会吃小虫子 没错哦 蝇蝇草用香甜的蜜汁 把小虫子吸引过来 等小虫子跑进来之后 捕虫家就会立马合拢 哇 小虫子就跑不出去了 当捕蝇草把虫子消化完 就会重新打开捕虫家 哇 好神奇的植物 啊 我们又解开蜜蜜蜜了 小可爱们 桌上的苍蝇是从哪来的 不用草双掉下来的 小可爱们真棒 嘿嘿 我们成功换了 噗噗 按键Clear 耶 我们真棒 谁藏在树上 我要开始找咯 大家会藏在哪里呢 哎 要过来了吗 豆豆 我看见你了 嗯 被发现了 再去找下一个 我也一起 啊 没有发现 也行啊 没人发现我 linkage 啊 ble 啊 袄不在这里 eighteen是第一 嗯 没错 她不在 啊 不 啊 啊 二 啊 阿 尔 你都说话了 嗯 我忘记了 阿浦也被发现了 我悄悄换个地方吧 是卡卡 计划失败了 又找到一个 小可爱们 猪蜜藏玩得怎么样了 我把大家都找出来了 一个 两个 三个 还少了一个 弟弟还没找到 他躲到哪儿了呢 那棵树怎么在抖呀抖的 是不是被风吹的 应该不是 旁边的树一点东西都没有 我也没有感觉到风 好奇怪哦 不如我们来调查一下吧 按键激活 树为什么会晃动 大家快去找线索吧 让我来观察一下 是不是有谁藏在树上了 我想到了 我想到了 会不会是弟弟 不会吧 弟弟 你在上面吗 快下来 不要怕 我会接住你 为什么还没有人来找我 不会把我忘了吧 弟弟 你们在做什么 原来弟弟没在树上 我又不会爬树 那树怎么会抖呀抖的 会不会有别的小动物躲在上面 哥德能帮我们检查一下吗 没问题 没有动物藏在里面哦 那是怎么回事呢 妙齐在这 又跑了 你们看 树不晃了 这件事跟妙齐有关吗 哥德 你知道这是什么树吗 它是紫微树 还有个外号 叫痒痒树 痒痒树 它怕痒痒吗 我挠一挠 它动了 我明白了 刚刚是妙齐碰了它 所以树枝才会摇晃 它真的怕痒痒吗 不是哦 那为什么我一碰 它就晃呢 这和紫微树的形状有关 它的树干很细 枝叶却很茂密 有种头重脚轻的感觉 一点点震动就能让它摇晃 哦 原来是这样 啊 我们又解开谜题了 小可爱们 树为什么会晃动 它是紫微树 妙齐碰了它 小可爱们真棒 嘿嘿 我们成功快了 噗噗噗 按键 clear 我们真棒 谁烤熟了红薯 我挖到超级大红薯了 啊 啊 宝宝龙好厉害 嘿嘿嘿 我们快回去烤大红薯吃 哎 再加一点 哥德 哥德 小可爱们 哥德 您在做什么 我准备把墙重新刷一遍 我们挖了好多好多红薯 哥德 一起来吃烤红薯 好呀 哦 下雨了 雨停了 香喷喷喷的烤红薯来喽 红薯烤好了 雨也停了 吃完可以继续出去玩喽 啊 好吃 是小猴子 烤红薯 小猴子怎么也有烤红薯吃 是啊 好奇怪 不如我们调查一下吧 噗噗 按键激活 小猴子的烤红薯是怎么来的 大家快去找线索吧 难道小猴子也去挖红薯 拿到这里来烤吗 可是我们一直在厨房里 小猴子没办法用烤箱的 也许是在我们回来之前 我觉得不是 红薯是刚烤熟的 所以还冒着气 如果像阿浦说的 红薯应该早就凉了 有道理 大家快看 红薯上有白白的东西 这可能是重要线索 哥德 你能帮我们看看 是什么东西吗 当然可以 这是石灰哦 啊 我等了 找到石灰就能破案了 可我们不知道哪里有石灰 刷墙的材料就是石灰哦 我们出去看看 石灰在冒烟 大家不要烤太近了哦 难道是石灰把红薯烤熟的 可是石灰为什么会发烫呢 大家观察一下石灰和刚才有什么不一样 我知道 刚才地上的石灰是干的 现在是湿的 啊 刚才下雨了 生石灰遇到水 会释放出接近一百摄氏度的高温 一百摄氏度 可以把生的食物煮熟了 可是温度这么高 小猴子怎么把红薯拿出来呢 是啊 会被烫伤的 小猴子手上没有烫伤的痕迹 石灰 我知道了 用这个 小可爱们找到真相了哦 耶 不过 下次遇到湿了的石灰 小可爱们记得要远离哦 小猴子的烤红薯是怎么来的 从发热的石灰队里拿来的 小可爱们真棒 我们成功破案了 咕咕 咕咕 按键 Clear 耶 我们真棒 寻找蛋妈妈 今天天气很好啊 我们来做沙滩重宝吧 好呀 沙滩球好好玩 我也喜欢玩沙滩球 捡贝壳 捡贝壳 哇 卡卡捡的贝壳很漂亮哦 大家快过来 你们看 你们看 蛋 沙滩 沙滩里怎么会有蛋呢 是蛋妈妈放的吗 也许 也许找到蛋妈妈就知道了 可是谁是蛋妈妈呀 哥德 哥德 你知道吗 不如我们调查一下吧 按键激活 沙滩上的蛋是谁的 大家快去找线索吧 从哪里开始调查呢 可以想一想 会生蛋的动物有哪些 鸟妈妈 鸟妈妈 还有鸭妈妈 会是鸟妈妈吗 应该不是哦 鸟妈妈的蛋小小的 这里的蛋 比鸟妈妈的蛋大哦 那是鸟妈妈的吗 我记得 鸟妈妈的蛋 有一头是尖尖的 可是这些蛋是圆圆的 就像乒乓球一样 不是鸟妈妈 也不是鸟妈妈 会是鸭妈妈的吗 嗯 嗯 这是什么 这是蛋妈妈离开的脚印 嗯 这会是鸭妈妈的脚印吗 我们沿着脚印 去找找蛋妈妈吧 好的 那还等什么 我们快跟过去看看吧 说不定就找到蛋妈妈了 脚印消失了 没有看到蛋妈妈呀 难道是到海里了吗 大家过来 你们看 和我们发现的蛋很像哦 还有海龟和房子 这里应该是海龟的家 是海龟自然保护区哦 沙满上的蛋应该就是海龟妈妈的 沙滩上的蛋应该就是海龟妈妈的 小可爱们 调查的怎么样了 哥哥 海龟就是蛋妈妈嘛 小可爱们说对了哦 耶 找出蛋妈妈了 怎么把蛋还给海龟妈妈呢 是海龟妈妈自己把蛋买在沙滩里的哦 为什么呀 因为海龟没有筛 在水里没法呼吸 如果在海里出生 小海龟就会被淹死 而且海水的温度比较低 无法让蛋孵化 所以海龟妈妈把蛋铲在沙滩上 用阳光的温度把蛋孵出来 原来是这样 那我们现在回去把沙滩盖上吧 哥德是不是先要 小可爱们 沙滩上的蛋是谁的 海龟妈妈 按键clear 耶 我们真棒 气球爆炸了 今天天气很好哦 嗯 软软的 我的气球吹好了 我要吹一个大大的 气球太大容易破掉哦 啊 那我吹小一点 小美 要多喝水 橘子又酸又甜 好好吃 妙琪 啊 妙琪脏脏哦 妙琪要把爪爪洗干净 啊 滴滴 阿普 一起来拍气球 来喽 哎 快开始吧 嘿 气球飞吧 嘿 看我的 阿普接住 啊 气球快来 啊 气球爆了 嗯 吓死宝宝了 嗯 发生什么事了 阿普把气球弄爆了 我只是轻轻的碰一下 对啊 阿普没有拍 没事 气球还有好多呢 啊 阿普 接着 嘿 我们继续玩 气球又爆了 好奇怪哦 不如我们调查一下吧 噗噗 按键激活 气球为什么会爆炸 大家快去找线索吧 是因为气球不结实吗 挺结实的呀 如果气球不结实 我们拍的时候 更有可能爆炸 对啊 我的力气比阿普大 如果被尖尖的东西搓到了 气球也会爆炸 手上没有尖尖的东西 嗯 酸酸的 我刚刚吃了橘子 诶 橘子 我也想吃 哇 好多橘子 哦 爆炸了 诶 怎么会突然爆炸 是妙奇把气球搓爆了吗 应该不是 应该不是 哦 真的是橘子 我们解开谜团了 啊 可是 为什么 为什么橘子会让气球爆炸呢 气球 主要是由橡胶做成的 而甘橘类水果 比如说橘子 牛蒙 橙子 它们的果皮汁含有一种有机酸 这种有机酸会腐蚀橡胶 从而导致气球爆炸哦 哦 原来是这样 阿普手上有果皮汁 所以气球碰到也爆炸了 阿普 吃完东西要记得洗手哦 嗯嗯 我记住了 我们可以继续玩气球了 玩气球要远离甘橘类水果哦 嗯 我们记住了 小可爱们 气球为什么会爆炸 气球碰到了橘子皮汁 噗噗 按键clear 耶 我们成功破了 米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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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戈